国家减灾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 国务委员、国家减灾委主任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勇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完善体制机制、加强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勇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狠抓工作落实、强化监督检查 确保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密切关注西藏地震灾区需求 全力支持帮助做好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 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 加强抢险救援指挥体系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健全完善重特大自然灾害损失评估和灾后恢复重建长效工作机制